近日,上海复兴公园发生一起激烈的警民较量 警车欲带走一名演讲者 遭到围观民众多次阻拦 更有人高喊打倒共产党 10月3日,中国大陆前媒体人 铁链女事件吹哨人赵兰健 在社交平台X上传视频和文字披露 大概9月28日下午 上海复兴公园发生一起激烈冲突 随后,知情者也向大纪元记者 证实了当天发生的冲突事件 赵兰健介绍 主讲人平板先生结束演讲准备离场时 被多名警察带上警车 引发在场民众的不满 上百人把警车包围起来 不让警车走 并将已被抓上警车的平板先生 从警车里拉下来 随后,警察又将平板先生抓到警车内 民众又将警车门拉开 将平板先生拉下来 现场经过几个回合教练 最后,平板先生被控制在警车内 群情激昂的民众依然不放弃 几十人挡在警车前 死命相保 警车最后调来安保 组成两道人墙 警车才勉强开走 但没上车的警察 就成了群众围堵的对象 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追着警察嘛 还挥舞着手中的饮料瓶指着警察 高喊 打倒共产党 口号声震铁 警察四处躲藏 两位老人紧追不放 警察躲到哪 两位老人就追到哪 整个场面持续近半个多小时 十月三日 江西上饶三青山景区 成百上千的游客 拥挤在大门外狭窄的山道上 大声高喊 警号退票 有人在冷风中排队等待了半天 还进不了门 游客 白天和晚上都堵得水泄不通 还有游客是短裤短袖 夜晚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 现在是2024年 10月3号 过去的第三天 我们这么多人都堵在 三青山上面 已经堵了两个小时了 不知道还有多久能下去 天哪 水干水干爆炸了爆炸了 这啥东西啊 这谁 山中的浑水都没搞啊 哎呦 哎呦哎呦 山中搞快点小房子搞快点 从二楼一直烧到四楼 再爆炸 好久 Iowa 好久不见 Skip Nope 走 也 走 ment 走 走 快快快点 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帅风车转完人跑路了 我操你看跑路了 我第一关 转完老太太 跑路了 操钱吗 有人撒钱了 你的啥 我爸爸 你撒钱吗 你撒钱吗 我爸爸 你撒钱 这是钱呀 总会是人 这样能打你看见这框场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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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粒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粒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真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粒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接着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接着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